爹 我知道 您怕我掉脑袋 可我那两个兄弟会掉脑袋呀 您不是想知道 我这几年在南洋见识了什么吗 那我告诉您 我最大的见识 就是洋人怎么不把咱们当人看 他们把咱们当小丑 把戏团里拿着华人的辫子耍 一个铜白一个铜白啊爹 就可以看咱们女人的小脚 更看怪物似的 您知道 我这几年在南洋 最想要的是什么吗 我想要有尊严地活着 被抓进去的两个兄弟跟我一样 他们也想活得有尊严 为了尊严革命党有很多的兄弟 可以用自己的命去换 您常跟我讲祖爷爷的事情 说他以前是要饭起家 辛辛苦苦一辈子 挣得殷实的家业 现在墙上还供着他当年要饭的篮子 那您再想想你 难道 你们就不是为了尊严吗 你敢否认这一点吗 我们要从那些 不给我们尊严的人手里 夺毁我们的尊严 对 反正该说了我都说了 您是个明白人 您要是再把我 困在这个屋子里的话 万一我那两个兄弟 有了三长两短 我也会用我的命 换回我的尊严 你随我来一下 怎么样 把药喝了 好好睡一觉 明天就能好一些 你爹他是一时气急 急火攻心 所以吐了血 亦是元气大伤 我的药只是调养 这关键还在养心 万万不能再让他着急生气了 否则什么药也救不了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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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非打断你的腿 你行不行 你知道你在南洋这几年 老爷辛辛苦苦供你念书 多不容易 你把那么大价业 都捐给了革命党 我还是心疼 可他更心疼你 整日担心 生怕有什么闪失 你说你革命 是为了四万万同胞 都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 你给我讲讲 这尊严是什么 这四万万人里 有我和老爷吗 你差点革了老爷的命呢 老爷没了 这会馆就没了 会馆没了 我们这些伙计吃饭的地方就没了 我们这几个伙计 哪个不需要养家红和王 你知道吗 你要不是我们少爷 我们这些伙计早就打死你了 我 true 偷习 早就不理会动 偷习 我快去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我也只有这么一个爹 我们谁也不能没有谁 我不走了 我不走了 哪儿都不去了 我就陪着您 好好地经营生意 明天我去张姐陪你 明天我去张姐陪你 等您的病好了 我就跟张姐小姐成亲 但是 我有一个请求 请您成全儿子 想办法把我那两个兄弟给跑出来 然后给他们一笔银子 叫他们替我去趟南洋 完成我的心愿 我知道这个请求有些过分 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要你答应我 以后我所有的事情 都挺您的 我保证 以后绝不参与革命党的任何事情 我保证 请您相信儿子一次行吗 爹 我求您了 背教 求阿翔背教 这谁的 从那两个人身上搜出来的 你两个人 就是那个老的和那个小的 把他们逢个关押 这两个人给我带过来 是 得罪 得罪啊 下官 不知二位的真实身份哪 请二位 恕罪啊 恕罪啊 还算机灵 说说 那王老板的知道什么 他就说他的儿子 想着发的 骗他的钱 你知道他儿子是革命党 那你还放了他 蓝娘的事 孙文的地址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哦 这个王茅才他没说 下官不知了 要不 小的 把他给抓来 省一省 明日里 你先把我们都放了 别让那两个小的怀疑 啊 办法你自己想 哦 是 是是是 这戏 既然演了 就得把他演真聋 演到底 好 老爷 去哪里 冲冰府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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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都在这儿呢 沈妈妈 这点银子您收着 这些天谢谢您了 你小子什么意思 你别管 你爹差点让我们掉了脑袋 你倒好在外头 吃香子喝辣的当你大少爷 还穿得这么人魔狗样 你别管 你是不是跟你爹 上我的圈套在耍我们的 江兄 周兄 二位好汉 这里有一张一千两的银票 是我为同盟堂抽的经费 还请四位代为转交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答应我爹了 从此再也不离开广州 所以他才将你的四个 救了出来 兄弟 我 我真是误会你了 只要你们顺利地到达南洋 替我完成革命的事业 你们怎么误会都行 你和我们一起走吧 对啊 我走了就没银子 想要银子我就不能走 对于孙先生和同盟堂来讲 银子比我重要 那王公子不去了 谁给咱们引荐的 好汉放心 这里面还有一封我写给唐主的引荐信 还有同盟堂的地址 四位的船票我已经买好了 明天一早就动身 以免夜长蒙多 天爷不早了 你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我会送你们 江熊 周熊 这儿 辫 辫子 辫子 辫子得紧 那 我就不远送了 我在家 等着你们革命胜利的消息 小姐放不住 嗯 您放心 我已经让左边给刘王爷送信了 说咱们找到了乱当 正我跟他们去男娘就让当手 好 走 走 二位好汉 这位兄弟啊 那就告辞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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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我们永远是兄弟 我们永远是兄弟 王爷兄弟说过 南阳 那儿有孙先生 有中国未来的希望 只要到了南阳 我们就能投身真正的革命 他还说 尊严不能靠别人施舍 得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而代价 可能是银子 也可能是鲜血和生命 这 就是革命 为了革命 为了四万万同胞暂时的分别 又算得了什么呢 革命功成之日 自是我们兄弟重逢之时 少爷 少爷 干吗 有人找你 不见 是张家 谁也不见 王公子 谁啊 谁啊 你先去忙吧 来 我是你不要的人 张小姐 来了啊 你别开门 我也不想见你 那你这是 我听我爹说 你退婚是因为爱情 什么是爱情 我不懂 我问我爹 我爹也说不懂 所以我只能来问你了 你能跟我说说吗 爱情 它是一种感觉 很微妙 如果两个人 有了爱情的话 就会忘掉一切 甚至忘掉自己 但绝对不会忘掉对方 爱情 把两个相爱的人 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但没有爱情的婚姻 就像一个大牢笼 把你我都困在里 像坐牢一样啊 比坐牢可怕 坐牢还有出来的时候 可婚姻的牢笼啊 那是一辈子的 直到你死没止 爱情 爱情 怂恿我探听到这个地方 它 替我出主意 我 借给它眼睛 我不会操舟驾舵 可是唐使你在 辽远辽远的海滨 我也会 踏着风波 把你寻访 这是 戏里的台词 你可能听不明白 是不是 你爱的人 即使和你隔千山外水 你也要设法去找到他 你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我还是不太明白 那我问你啊 我在南洋这几年 你想过我吗 想过呀 我在想 你长什么样子 那如果我生病了 你会着急吗 你生过病吗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所以说嘛 我们两个没有爱情 彼此就不会互相牵挂的 那王公子 你有过爱情吗 没有啊 那你怎么知道爱情的 书上看到的 看来你也说不太明白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我先走了 张小姐 麻烦您跟伯父说一声 等我家父病好了 我改日去府上 谈咱们俩的婚事 不必了 等我弄懂爱情再说吧 像坐牢一样的婚姻 我也不要 管她说得到 不容易 愦会 有伤性 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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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吴先生 吴先生 你没事吧 又做噩梦了 你怎么在这 怎么迎母娟去 去了 我不放心你 回来看看 今天收获怎么样 银子不到一两 同班五十个 还有四十美分 您不能这样 医生特意嘱咐啊 您不能下床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 就看到许子秋和三合辉的兄弟们 我怎么能安然入睡啊 走 母娟去 同胞们 同胞们 正跟你们沉睡的眼睛醒醒吧 看看我泱泱大国 已是满目苍蝇 到了最为难的时刻了 太平天国梦想红遍巨尸 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至上残命 到底怎么样 我们才能彻底埋葬 这个腐朽的疯天统治 贯得一个占心的中国 你们谁能告诉我 革命 革命 这位女士说得对 革命 非有革命 从大象山 新中国会开始 我们的革命 已经遍及全中国了 同胞吧 你们捐出每一个同胞 都是为了革命 做了构陷 这是我娘有准备的嫁妆 你先拿去用 这么多啊 卫大哥 自答 我认定你那天起 我就是你的人了 我们 还分什么彼此 我为你做什么 都是值得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二位 咱们就在这东方客栈落脚如何呀 还是先找到同盟堂再说吧 要是那样的话 我们二人就不随二位了 我们先在这住下 你们不是也要找孙先生吗 是啊 可是我们还有生意上的事需要答案 然后再去同盟堂去找孙先生 如果二位有了孙先生的消息 也可以到客栈来找我们呢 那好吧 那我们就此别过 告辞 好 告辞 亲爱的兄弟 我在老里时候就说 咱们是同路人你还不相信 师父 咱们一同就到了南洋来了 现在要分开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你 来 兄弟 要不 你别跟着你师父了 你这身好功夫呀 跟着我为革命党效力怎么样 按着 周兄弟是跟你开玩笑呢 赶快 跟周兄弟告别 告辞 告辞 好 再会 再会 娘子 想让小爷为你们效力 不怕小爷剁了你们 这带头带脑的家伙 知道师父 为什么要把咱们甩了吗 我开始不明白了 后来就明白了 跟着这两个傻家伙交乱场 丢人 只不定又把咱们引到什么地方去 说对了一半 到了南洋 这可是人家的地球 跟着他们一块找个朋友 那咱们就把自己 放到明处 乱当 就在暗处 如果 咱们跟着他们呢 那咱们就在暗处 乱当就在明处嘛 这就是同盟堂 到家了 兄弟 自己人 自己人 对 二位兄弟 麻烦你们禀报一声 就说广东的江流和周鲁 说王尹公子的举荐 前来投奔同盟堂了 你们是从广东来的啊 是 我们兄弟二人是从广州过来的 是王尹公子让你们来的 没错 是王公子 是专门投奔我们同盟堂的 是 东西带来了吗 什么东西 界面礼啊 这点规矩都不懂 我想问一下 同盟堂和同盟会 是什么关系 实属一家 只是任务不同 他们革命 我们为革命筹集银两 怎么 王尹公子没和你们说清楚 说了 说清楚了 只是我们在 只是我们进门的时候 看到同盟堂在做暗门生意 发不义制裁啊 侯问我们干什么 闹革命 推翻狗皇帝 说得容易 没有大把的银子行吗 光靠别人施施的银子够吗 什么不义制裁正义制裁的 照我说 需要银子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都是银子 是 唐主这么一说 兄弟就明白了 我不是唐主 我是师爷 师爷 我们有王映兄弟给唐主的一封亲笔信 还有见面礼 你 唐主 二人确实是王映公子眼前来的 有公子的亲笔信 那个王公子怎么没有回来 唐主问你们话呢 王公子在信中写得很明白 请唐主 公布 你要扫寻 这个王公子 Kampf 人虽然没有回来 但是 Select Samuel 推荐的人和银子都到了 也算是干得见事情 你们二位跟王公子一样 加入我们同盟堂 也是为了革命 参加革命党 不错 我们对同盟会的革命党人 清佩已久 早就想加入其中 为天下四万万同胞 谋服只创太平 好 不会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有气概 不过你们要考虑清楚 这革命并非儿戏 可是要掉脑袋的事 不瞒堂主 我们兄弟俩的脑袋 早就挨得好几回了 只是命大 现在还在脖子上 这话是这么说 可一旦入了堂 就是九死一生 没有回头路 我们背井离乡 远赴南洋 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无头可回 好 连死都说得这么闻奏奏的 好听 师爷 我看这位兄弟 长得也好 说得也好 怪招人喜欢的 做个时辰 那心人 听堂主的 一拜天地始祖 从此同心协力 晚国运之祭祷 传华夏之圣明 二拜大明先帝 晚清复明 以报五祖火烧之仇 三拜邦会列宗 以悠我平安吉祥 师爷 给二位兄弟赐个字号吧 那就封他俩为一禀一万吧 入堂兄弟 是以字号相称 一来对内表明身份 二来对外进行掩蔽 一禀一万 你们自己选吧 我选一禀 那师爷还少一个字号呢 王毅兄弟的呢 王公子对本堂的贡献及诚意 都不少 不论他人回不回来 标记的为止 都给他领着 谢堂主 先生 先生 你来了 学生没有到码头 亲自迎接先生 请先生原谅 你出去一下 我要和先生单独谈谈 她是学生的被婚妻 叫方平 学生受伤之后 一直在她家养伤 她这次 是专程护送学生 回南洋了 先生这次来 是为了管路起义失败的事来的吧 这次管路起义失败 主要责任在我 我愿意接受 同盟会的任何处分 坐吧 我这一次从谭香山赶过来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从广州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被人跟踪 学生做事 一向解释 那么这几天 有没有 同盟会的其他成员 从广州过来 和你会合呢 没有 先生 到底出什么事的 你的未婚妻 她可靠吗 嗯 语 preaching 生 immort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可以用人的担保 她绝对格格我 她为了支持我革命 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拿出来了 你不要激动 为师啊 不是那个意思 你坐 过几天啊 同盟会总部 决定在南洋 召开一个秘密的重要会议 孙先生和同盟会其他主要成员 要赶到这里来参加 为师接到一个密报 朝廷派了两个杀手 跟随其他同盟会的成员 从广州来到南洋 刺激刺杀孙先生 什么 这太危险了 县长 我建议 换个地点开会 各地同盟会的成员 已经在赶往这里的途中了 无法通知 变换地址已经来不及了 总部命令你们南洋分会 要想尽一切办法 除掉这两个杀手 确保孙先生 和同盟会其他成员的安全 那消息可靠了 可靠 有没有杀手的相细情况 没有 目前我们能确定的 就是两名杀手 就是两名杀手 其他的 一概不知道 先生 您是在开玩笑吗 革命不是开玩笑 如果这次会议 发生任何意外 对我们的革命 都是不可挽回的 灭顶的重大损失 正因为这样 你们才是开玩笑 你们是拿中国革命的命运 拿中国革命的前途开玩笑 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 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会议必须要开 学长 你让我大海里捞针 我最起码知道针是什么样 可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你 你让我捞什么去啊 杀手 你让我捞做 白衣离手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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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了 押了 来 走 来 押了 押了 来 押了 押了 来 来 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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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这就是革命党的老窝啊 里边竟是做手下工夫 以为我看不出来 那就出老倩 我就想砸了他们的摊子 嗯 忘了 咱们这在干嘛呢 杀乱当头领 那里头有吗 好像没有 全是些芒芒虫 伤了他们呀 脏了咱们的手 是 师傅 你不太漂亮了 而且你这皮肤是越来越好 我就是喜欢伺候你洗澡 我说王亮那个傻小子 还真把咱们当成革命党呢 这不但弄来一千两银子不说 还带来两个跟他一样的傻小子 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乳秀未干 连胡子还没长全 就觉得自己赤款样子 革命革命的 除了革命什么都不知道 要是大清朝的命这么好得 三百年前 咱们同盟堂的列祖列祖 早就革了 还能轮得到他们 我所知道的情况就这么多 从明年起 我们所有的募捐活动都停止 全部上街找杀手 魏国同志啊 说都容易 我们这才十几个人 整个南洋有多少人呢 数都过我们数上几天了 怎么找啊 谁让你们数人数了 捡重点的查 捡像杀手的查 杀手这两个字又没写在脸上 你要让我们怎么分辨谁是重点 谁是杀手呢 查旅馆查码头啊 查扫码是外衣的 查耍活的 查背刀拿枪的 查卖大力丸的 查没事两个人在街上结果的 你们问我 我怎么知道 你们就不会自己动动脑子 你怎么知道 魏国 魏国 对不起 大家 我不应该发脾气 可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们都要保证司机见证 跟同盟会的安全 师傅 刚才你看到什么 给我讲讲 假的 什么假的啊 同盟堂的乱党是假的 那两个小子被他们骗了 被骗了 那岂不是咱们也被骗了 咱们都被他们骗了 那同盟堂的堂主 是个女的 骗财 骗色 师傅 骗财我懂 骗色 你给我说说呗 师傅也跟你说不明白 师傅 那咱们这趟不远万里的 又白跑了 白跑 有假的就有真的 别忘了 这南洋 可是断党的老窝 如果心中有太阳 哪怕黑夜再漫长 总是小小的萤火城 也有划破夜空的光芒 也有划破夜空的光芒 如果心中有方向 哪怕沼泽变四方 也能听到夜影歌唱 顶着曙光飞翔 啊 啊 心爱的姑娘啊 我为自由上战场 我看到你眼中有泪光山王 长发在风中飞扬 长发在风中飞扬 把亲爱的兄弟啊 把亲爱的兄弟啊 我们肩并肩相战场 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请把我埋在开漫画的山岗 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请把我埋在开漫画的山岗 请把我埋在开漫画的山岗